hello大家好我是楓哥 那今天這部影片主要是我最近看到我頻道很多留言都說 站雷什麼都好啊 唯一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真的太乾了 這個觀點我其實是蠻認同的 因為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跟精力在這個遊戲上 才有一些小成就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到底需要花多久時間跟金錢才能完整開出一個國家的一條線 因此我這幾個禮拜幫大家實測了這個問題 這次的測試內容主要是海戰遠洋線 影片中也會分享一些海戰歷史模式的小技巧跟注意事項 最後我會公布我到底花了多久時間跟多少金錢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一開始開線你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你可以直接買一艘四階金船來開一整條海戰線 這種做法會比較省時間 可是會比較花錢 而且每個國家的金船有好有壞 如果踩到雷是會痛苦一輩子的 這邊金船的話我推薦美國的海倫納 德國的歐跟親王 超不推薦蘇聯的勒茲尼亞科夫 英國的貝爾法斯特 日本的三威跟義大利的波拉則是斟酌 如果特別喜歡魚雷或披薩的可以去玩 第二種方法則是邊開線邊上虎生服 我個人比較推薦這種乾法 雖然會比較耗費時間 但不會花到很多錢 今天的影片主要是使用第二種方法 如果選擇第一種方法的人可以下去了 不要瞎掰好嗎 一到二階這邊我建議 直接課金幫初始船上護身服 為什麼不買一階的金船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上服的載具研發 加成效率比一階的金船還要高 而且花的精英也比較少 因此大家不要像我一樣 看到金船就笨笨的買下去 那我們開始乾吧 海戰低階跟高階的打法其實大同小異 打成敵人不是要把他主員全部殺光 就是要讓他整艘船訓爆 訓爆敵人的話要瞄準船的彈藥庫去射擊 每艘船的彈藥庫通常都位於砲塔底下 所以基本上不用去背任何船的弱點 這也是為什麼海戰比較好上手的原因 至於瞄準方法則是先按X進行測距 測距完後會出現一個箭頭 調整一下射擊距離跟測距的距離就可以發射 對著這個箭頭射擊通常會擊中敵方船隻的正中央 如果要打敵人彈藥庫我會往彈藥庫的方向多瞄一些 而距離則會抓少於測距距離100公尺 這樣才能打到水線以下造成訓爆 打久了以後其實就可以不需要電腦幫你測距 可以自己抓前置量跟距離 所以還請大家多多練習 這兩接打完我大概花了2小時20分鐘跟300精英 那我們進入3到4階 這裡會是最痛苦的階段 因為你開始進入先被巡洋箭暴打 然後再被戰列箭暴打的過程 這裡我建議直接幫一艘4階或5階船上浮 我推薦美國的北安普頓 德國的斯佩爾伯爵 英國的利物浦 蘇聯的基洛夫 義大利的特倫托 日本的話 都差不多爛 找一台順手的就可以 盡量不要找6.0的船上浮 因為非常容易上昏房 這邊我選擇之前戰爭通行證的獎勵 弗洛西洛夫來上浮 它基本上就是一台基洛夫 有著遊戲中巡洋箭最高TNT裝藥的SAP 那我們開始吧 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海戰的彈藥 第一種是高爆彈 高爆彈有著良好的TNT裝藥跟極低的船身 可以用來洗船隻甲板讓組員死快一點 第二種撐甲彈有著良好的船身跟少量的TNT裝藥 通常是用來打裝甲較厚的船隻 可以有效破壞船內的結構或是訓爆敵人 第三種半穿甲彈則是結合以上兩種彈藥的優點 有穿身且有一定的TNT裝藥 我最常用的彈藥就是半穿甲彈 我覺得它是最好用的彈種沒有之一 但要記得不要帶太多 否則很容易被訓爆 這一打完我大概花了5小時10分鐘跟1700精英 那我們進入最後的5階 這階只要再用擬上浮的內艘船再甘出戰列鍵 基本上痛苦期就結束了 事不宜遲,趕緊開竿吧 3時間後 3時間後 HELLO,MOTHERFUCKER NO,GOD NO,GOD,PLEASE,NO,NO PLEASE,NO,GOD 打出這台我大概花了9小時40分鐘 到這裡剩下之後最後一台 如果你想要快點乾出它 可以繼續用你上浮的內艘船繼續乾 但到這邊我想大家都已經受夠巡洋劍了 所以接下來我選擇用戰列劍來乾出最後一台 雖然時間可能會花的比較久 但遊戲體驗極佳 你可以開始虐爆那些無腦海倫納跟眾巡了 那我們開始吧 打不出來 我 addictive 對我雖然你放棄馬走 回 Villp 基本上你所有配件都研发出来后 你的下一台船也出来了 这边我花了16个小时30分钟 终于研发出这台最终型丑船 虽然很干 但真的很好玩 好啦 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那沃桑的真的很干吗 我自己觉得是还好啦 就如果宏观来看 我花的时间其实不会到很多 那这边就来公布一下 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跟多少金钱 在这个游戏上吧 那时间的话总共是33小时40分钟 大概一天半的时间 金钱的话是2000精英 然后如果你要算细一点的话 我是那时候是买180天的高涨 然后它是半价 所以一天半的高涨大概是5块 2000精英的话台币大概是396块 396块台币加5块台币 大约是400块 那400块去干一条线 我自己觉得是也不会到很多 其实以这个效率来看 是真的蛮值得花下去 你就省了你大概一天半的餐费 然后你把一天半的时间都花在这个游戏上 你的一条线就出来了 不过首先你要先不吃不睡 这种实测干线到底要多久的影片 还是会出 就只剩下陆军跟空军 那这两个线呢 是要比海军我觉得是要干更久的时间 所以麻烦各位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然后让我有钱去得到新的干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风哥 那我们下次再见啰 by bwd6